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男子为了拯救自己的弟弟 不得不答应黑帮一夜之间偷盗50辆豪车的动作犯罪片急速60秒 街道上几个小混混开着车在寻找目标 这是一群倒车贼他们专挑豪华车下手 其中一个混混叫做小飞 他看中了汽车展厅里一辆保时捷跑车 不由分说跑过去砸碎玻璃窗干净利索的开走了他 在路上碰到了同一类型的车 为了和别人较量赛车的技术 一脚油门就轰了出去 结果被巡逻的警车给发现了 警车随即追了上去 小飞自以为甩掉了警察 把车开回了仓库 谁知没活儿警车呼啸而来 众人只好弃车逃跑 小飞自知把事情办砸了 赶紧躲了起来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呀 黑帮的人最终还是抓住了小飞 这边小飞的哥哥凯奇正在教小朋友玩耍 一个混混找到了他 告诉他小飞出大事了 你赶紧过去一趟 不然小飞性命不保 这才知道弟弟拿了黑帮的钱 却把事情给绊砸了 黑帮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呀 凯奇随即来到黑帮的老巢 大家都称呼黑帮老大为木匠 因为他就喜欢收集一些木制的家具 还亲手做了一副棺材放在了那里 两人因为小飞的事情没有谈拢 木匠就要杀了小飞 他把小飞锁在了汽车里 按下开关准备压扁汽车 自己的弟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无奈的凯奇只好答应了木匠的条件 在三天之内帮他偷来50辆豪车 这才从机器下救下了弟弟 原来凯奇以前就是个偷车贼 他能在60秒的时间内 偷走任意一辆汽车 那技术真是相当了得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看透了很多事情 随后就金盆洗手 干起了正当的职业 没想到弟弟却布了他的后称 现在为了弟弟不得不重操就业 他回到老家 找到了自己以前的老搭档 希望利用他的修车厂作为掩护 看着凯奇单枪匹马为了弟弟 老搭档自然不能秀少旁观 凯奇的出现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警察老黑一直就在盯着他 还警告他 如果落在他手上 绝对不会放过凯奇 老搭档和凯奇分别打电话 联系了以前的合作伙伴 找来了几个人 凯奇还去找了前女友安娜 希望他能出手相助 安娜知道他来找自己肯定没好事 也就没有答应他 晚上凯奇遭到了当地混混的欺负 认为是凯奇和木匠合作 抢了自己的生意 一言不合就开打了 关键时刻 凯奇的伙伴大块头出现了 以一敌十 暴揍了他们一顿 很快 木匠拿来了汽车清单 上面的一半车型都好弄 但是有一些 就没有那么容易弄到手了 小飞知道后 也带来了几个伙伴 有电脑高手啊 还有电子专家 大家取长古短 总比凯奇他们的老方法 效率要高吧 为了让事情尽快解决 凯奇就答应让他们入伙 大家进行了分工 黑客牵势入侵了保险公司的电脑 查找需要的车型 再派人来到车管所 查询其他车辆 实在是不好找的 凯奇就亲自出马 打扮成富豪来到汽车店 故意掏出销售员的话 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需要的 有三辆新款奔驰车 需要雷射钥匙才能够打开 小飞却说他自有办法 原来在他上一次偷车时 已经让销售员 给他准备好了车辆的备用钥匙 只是还没有过去拿而已 然而老黑却盯上了销售员 小飞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监视着 老黑还发现了他们的计划 只是按兵不动 想要在最后来一个一网打尽 安娜前思后想 还是主动前来帮忙 让凯奇又多了一个好帮手 所有的车辆都落实以后 他们开始了行动 电子专家轻而一举就破解了防盗所 他们要做的 就是核实每一辆车 是否都是自己要的型号 确定好以后 他们要在一个晚上 把这50辆车全部偷走 谁知在路上又出了岔子 之前被欺负的本地小混混 突然拦住了凯奇两兄弟 路由芬说的 对着汽车就是一通扫射 两人反应过来赶紧汽车逃跑 无奈小混混紧追不舍 一场混战在街头上演 最后两人跑到了警察局 这才摆脱了追逐 然而小混混不死心 就在警局门口等着两人出来 凯奇看到门口停着一辆拖车 就让弟弟偷偷溜出去 把钢丝绳绑在了小混混的车下 拖车一走 直接把他们的车干报废了 警察跑出来查看 看到他们都拿着枪支 立即逮捕了他们 时间只剩下24小时了 小飞的一个手下 偷了一辆车回来 为的就是证明 自己并非是笨蛋 这可怕凯奇气得够呛 竟然敢擅自行动 此举还招来了警察 老黑故意走进来打探虚实 目的就是想看看 他们行动了没有 还好大家没让他抓住把柄 凌晨时分 大家分头行动 临走前凯奇交代大家 有任何风声都要停止行动 凯奇和安娜 他们来到了法拉利的仓库 很顺利的就开走了几个型号的车 有人还假扮成酒店的服务生 接过车就开溜了 一切都按部就班 很快把偷来的车都开到了码头 现在只剩下最后三辆奔驰车 和一辆六七年的野马汽车了 老黑他们就在车辆的不远处盯着 一旦凯奇下手就立即逮捕他 安娜开车带着凯奇过来 当凯奇准备打开车门时 忽然发现了不对劲 随即停止了行动 老黑守株带兔的计划泡了汤 凯奇这边也在商量着对策 随后还是小飞出了个主意 上次他们偷来的奔驰车被警察扣押了 实在不行就去警局偷过来 总比被老黑抓住要好些吧 老黑扑了个空 就掉头去找了其他小混混 从混混口中得知 凯奇是在和木匠做生意 但是也没有什么头绪 最后老黑从紫外线灯管上 找到了线索 发现他们要偷的车辆 多达50辆 这边一个人来到警局 扣押车辆的停车场 不停地要求保安给自己找车 以次来掩护 凯奇他们偷车 三辆车没有一分钟 全部到手了 此时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天也快亮了 凯奇来到停车场 准备偷走野马汽车 不料得到消息的老黑也赶了过来 随即一场追车大战 在街头上演 凯奇不愧是偷车高手 开启车来也是那么溜 警车跟在后面也追不上 只好请求空中支援 没想到凯奇一个加速 一流烟就跑了 警察跟丢了两次 不过还是被发现了 在跑上一座高架桥时 前方堵车 眼看时间所剩不多 凯奇狠下了心 加大油门 从拖车上飞了过去 总算甩掉了老黑 紧敢慢赶地把车送到 没想到 木匠却不认账 这是存心要杀掉凯奇啊 他们把野马汽车毁掉了 要一枪崩了凯奇 还好小飞和一个手下 赶到救了他 凯奇跑到楼上 和木匠打了起来 还摔坏了一些木质家具 这颗心疼坏了木匠 拿枪就对着凯奇射击 老黑在这时候赶了过来 不料落入了木匠的手中 他准备开枪干掉老黑时 被凯奇一下推了下去 正好掉在了自己制作的棺材上 老黑出于感谢 就放走了凯奇 故事结束 后面的节奏 正好弥补了前面的不足 名车如云 绝对是爱车人士的不二之选 动作火爆 张力十足 各种飙车场面 让人眼花缭乱 40分钟的追车镜头 惊险刺激 凯奇演技精湛 偷车也偷得如此帅气 激动人心 为电影增色不少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